我觉得这个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呢 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就是它有一定的连续性啊 我们可以对比它在2017年的 十九大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和这一次的二十大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你可以看出来 它有一些这个不同点 也有一些这个相同点 相同点呢是这样 就是说它一直是讲这个 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它一直讲这个 伟大的成就啊 和未来的这个理想 它也讲这个无往初心 也讲共产党的这个 对世界局势的看法 但是呢这个调子呢 有点不一样 在十九大的时候呢 它觉得中国共产党是扶摇直上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呢 是逐渐的往下走 所以说它这个底细比较足一些 当时讲的就是东升西降啊 好像是社会主义有光明伟大的前景 那个时候讲的东西呢 比较这个就是 更加咄咄逼人 而且雄心壮志呢 也比较显然 那么这一次呢 由于五年以来 这个习近平的一系列的这个措施 基本上是都是败笔 所以说它有很多危机 这种危机感呢 给它造成了一种这个 就是底细上的一种削弱 所以它讲起来呢 基本上没有讲什么东升西降啊 它讲的主要就是这个危机 共产党面临很多的危机 这个危机呢 国内的危机啊 它这个 它当然没说 但是实际上你看 国内经济上呢 有很多的败笔 它经济讲的比较少 连中共的这个国家统计局的 这个经济数据呢 它都不敢这个 第三季的数据都不敢通出来 因为它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中国现在失业率的那么高 青年人的失业率 大概到官方的统计就是20%左右 这是很高的 另外一点就是 尤其是它顽固坚持清零政策 它对全国人民的这个 生命和产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所以它在这种情况下 它要讲这个内部的团结 它还遭到很多党内的反对 所以它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自我革命 就是说这个共产党 就像毛泽东刚刚才讲的一样 要灵魂深处 反对所谓的修正主义 对党的私心杂念 这些东西呢 这个就是搞毛泽东的这一套 所以它之所以讲这些 是因为它的统治地位 党内的实际上很不稳固的 表面上看起来 青春了很多它的政敌 实际上它搞得自己孤家寡人 在这个主席台上台下 做的这些人都是这个面舍铁青的 没有什么这个 兴高采烈的意思在里面 本来这是一个 它可以想庆祝的大会 但是因为它倒心立师 实际上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好像没什么味道 再有一点就是在国际上 中共这个一系列的政策 最近几年以来 尤其是这个疫情发生以来 它非常孤立 没有什么国际上的朋友 所以它也没有讲 国际上的一些大的局势 对它有如何如何有利啊 什么这个 它对台湾的讲的相对比较少 也讲了 当然它说要和平统一 但是呢也绝对不放弃武力 但这个就是过场而已 我猜想它之所以这样 底细不像以前那么足 是因为它认识到打台湾不是那么容易的 首先美国的战略逐渐逐渐更加清晰 美国总统已经说了多少次 如果中共犯台 那么美国军队就会卷入 另外一点就是 在国际社会上 对这一点也达成了 更加清晰的认共识 再有一点就是这个 由于乌克兰战争的教训 它也知道攻打台湾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而且这冒很大的风险 如果说一旦战争进入焦灼状态 像俄国在乌克兰的情况一样 或者根本就失败了 那么这对共产党的统治 是造成巨大的威胁 所以说在这种有巨大威胁的可能性的情况下 它讲武力侵犯台湾 我觉得也不是没有那么多的现实感 它之所以现在不放过这些宣传的口径 是因为它想分裂台湾内部 想削弱台湾民主制作力量 这个呢得是看得清楚了 再有一点就是 由于这个乌克兰战争 由于中共的不断的提高散门 来喊要统一台湾 还有国际社会对台湾的 更加有利的支持 那么台湾人民抵抗中共侵略的决心 也更加明显更加坚定 所以说总统这些因素讲起来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 我猜想它可能对台湾的这方面 它讲的相对比较少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在国际形势非常对它不妙 基本上在中国在国际上 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和盟友 跟他们上盟友 所以说在这一系列的情况下 习近平讲的讲话的阻止 他主要是讲这个威胁 他用了词比较多的一个词就是安全 国际上不安全 国内当然更不安全 他没有安全感 所以他是在一种比较恐慌的情况下讲 这种强调加强国内的政治安全 经济安全 文化自信 所以这就是我对习近平 一个总体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总的来讲呢 他没有脱离共产党的政治文化的熟透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的新意 但是呢就是反映出国际国内的现实 对他来讲实际上也不是特别有利的 因为这是共产党自己开的会 共产党并不代表中国人民 老百姓应该真正关心的 不是共产党自己如何开会 谁上谁下 谁来领导中国人民 这个呢当然是从原则上来讲 我觉得这不是老百姓的事 但是呢 当然你觉得不关心也不对 因为共产党毕竟是打权独揽 他的一系列的政策 上上下下的人选 都会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有巨大的影响 对国际社会也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大家应该关心 但是我觉得不要过于猜想谁上谁下的问题 谁上谁下都一样 习近平大家知道他上台的时候 全世界都觉得他是一个改革者 还是一个对政治改革有雄心壮志的一个国家 所以大家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 那么习近平之前胡锦涛上台的时候 大家觉得胡锦涛比江泽民还要好一些 他毕竟是一个比较宽容的人士 清华大学毕业生等等等等 但是这些都成了幻想 那么这个胡锦涛之前 江泽民在他当政之后 马上变成共产党的总书记 而且是非常坚定的一个共产主义信仰的一个分子 那么我们再往可以往前推一下 这个邓小平上台的时候 大家觉得邓小平比毛泽东好多了 他也是个改革家 是什么改革的设计师 改革开放 实际上邓小平也是一个顽固的共产主义分子 我们可以再往前推一下 在1949年的时候 毛泽东当权很多西方世界 对中国共产党抱有很多的幻想 那结果看来都是一些空想 共产党现在觉得 习近平觉得中国的时机到了 邓小平时候是讲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并不反映出 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对世界威胁的这种意愿 他只不过是觉得自己能力还不够 要握心尝胆 然后等自己能力发展之后 再去干涉世界 去统治世界 那么这个实际上 习近平想法和这个邓小平毛泽东这些想法 没有根本的区别 共产党这些所谓的领导者 这些领袖 都是这个制度的结果 他这个制度造成了这些人 中国共产党有将近一亿的党员 这些党员是中国共产党一系列政策的执行者 和贯彻者 他有他的党的利益 他有他的党的奋斗的目标 终止习近平说 这个沃往中心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 要搞什么英特纳修纳尔 实际上这个东西不是说习近平一个人就这么讲 共产党一直就这么讲 每个人宣誓入党的时候 都要为这种事业奋斗终身 所以我觉得要对这个共产党的 这种制度和意识形态 有一更加清晰的分析 人选的问题是共产党内部运作机制的问题 这个他对这些根本的运作的模式 不会有太多的改变 大家要对这个共产主义这个制度和他的意识形态的连贯性 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共产党自己开会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有没有关心的必要 当然有 但是关心他的这个角度应该是这个 从共产党的开会的结果 对自己的利益有多少关系的这么一个角度来看 不要去替共产党操心 谁上谁下 大家没有这种效益 第一点第二点 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我觉得共产党内部在这种体制之下 他制造出来的人 基本上都是一路货射 所以说大家没有必要去替别人操心 习近平是一个非常喜欢大权独揽的人 他是这个西方世界都叫他 The Chairman of Everything 他的官权最多的 但实际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官权 大家没有正式去认证 但实际上这个应该大家都清楚了 他就是总加速师 他对中国社会的未来的前景 他有一系列的政策的连贯性 在他的在任的十年里面 他已经显出这种非常明显的趋势 这个趋势就是把中国人民带入一种水深火热的地方 他的经济政策 他的外交政策 都是一塌糊涂 糟糕都不能再糟糕了 那么他再连任的话 那么这种趋势会继续走下去 而且会加速 所以这样子的话 具体措施怎么做 你看他现在这个二十大的报告里面 还要坚持这个清零 还要坚持搞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个纯洁化 还要讲什么自我革命 以贪腐的名义 来整搞自己的政敌 这一些东西 我觉得都是他加速的一些手法 那么最终的目的 实际上这个还是老百姓遭殃 中共这个政治团体 它是一个马克思内能主义团体 它的内部是一个战斗的团体 所以说在内部本身 它的这个很难形成异己 有异己就早就被诛灭了 所以说呢 共产党还有自己的一套政治逻辑 这个逻辑呢 叫土固纳心 是非常符合共产党斗争哲学的辩证法的 所以说习近平呢 他就把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党内斗争清洗 已经把它哲学化 把它政治化 而且是名正言顺的进行 他觉得这个像什么他的政敌 像什么郭伯雄啊 周永康这些人不打倒的话 这个共产党的整个事业会造成巨大的威胁 和有危害 所以说他是以这种党的崇高的理想 来进行整肃的 而且是理直气壮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内部的对他的反抗 基本上是不能形成真正的实际上意义的 你看习近平很多人对他不满 但是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公开的机会 来表述自己的这些不满 这就是独裁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这个我觉得从毛泽东时代就一点没变 你看看中国老百姓 他对政府的这个反感 对习近平的一些倒行立施的一些反感 他实际上不是那么强大 一个人在北京的地交桥上立一个横幅 这就惊动整个中国的警察安全系统 这个是不是反应国家那么强大了 也不是 在美国在台湾这样的社会 骂政府更加激烈的行为 大家都有 反而显得出来 这些国家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 有言论自由的国家的政府 他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说他的内部的安全 并不见得就是那么固若金汤 中国政府是一个独裁政府 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 他大权独揽 什么都要去当老大 这个是不是就反映出他真正是有权力的 你可以说他权力非常大 也是的 他当然很强大 但是呢 他之所以讲这些安全 讲这些国际反华势力 加速对中国社会主义势力的侵害 他实际上是出于一种不安全感的角度来讲的 我都不知道共产党怎么还有脸去说他代表14亿中国人民 你看看啊 自己共产党他自己这个说辞呢也在变化 他也是很心虚的 十几年以前他还有脸说去这个三个代表 要代表中国人民 现在他说这种话的发言人政府领袖 基本上没有了 因为他一说出来就会遭到人民的嘲笑 社会现实是非常明显的 中国共产党就是以人民为敌的 他的整个的维稳的经费 他整个的维稳的措施 他的整个增压人民的这些方式 压榨人民血汗的一些经济政策 都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说实际上这个 他讲的 在中国共产党二三十年以前 他经常讲什么生存权 说这个经济发达了 我们就要他能有限讲民主 现在你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 有这种胆量出来讲这种生存权 因为他知道 他不可能一方面说中国现在已经脱贫了 另外一方面他说脱贫之后 我们还要坚持一党专政 这个是讲不通的 因为这个是现实矛盾 中共就是用这些说辞了 掩盖自己独裁专政的本质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完全是两码刺 他们的这个目标 他们的利益 都是南辕北策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呢 大家非常要清楚 而且我们说这些话 美国的一些政治领袖 美国的议论 一讲这些话 中共就暴跳如雷 这正好说明我们戳通了他的痛处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现实 中共就是一个非常没有现实感的一个政治团体 他们对权力的垄断已经到了极致 而不让人家说出这种权力垄断的根本的现实 从美关系之间 该谈的都谈了 该合作的都合作了 很大的问题上是在于 中共和美国这种社会政治制度的 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 它整个两个社会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社会 所以说你再跟他谈合作 这是没有前途的 但是呢不合作也不行 所以说这个合作呢 要有一定的战略的考量 比如说气候啊 像说毒品管制啊 这些都是需要合作的 但是呢 中共它不把这些东西看成是一种合作的 对自己有利的前景 它只是把这种 跟美国的所有的合作关系呢 看作是它的继续斗争的一种筹码而已 美国对中共的这个关系 它的基本的定调就要跟中共和平竞争 竞争是一个很 无闻连攻减让的这个一个词汇 中共不那么看 中共跟美国的所有的关系 它都把它看成一种斗争 是一种离死我活的斗争 中共一直觉得美国对华政策就是两点 它有两个攻击的这个方向 一个是合作 一个是遏制 所谓的engagement和containment 那么中共的斗争哲学呢 就觉得他们要以对抗来迫使合作 就是use confrontation to force cooperation 那么这个呢 是它的根本的没有变化的一个国策 所以说这种中美关系在长期以来 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非常光明的前途的 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跟共产党的这种 马克思列列人主义的斗争哲学 是分不开的 中美关系的最核心的这个因素 就是中国政府自己的言行 中国政府在习近平领导下 如果说不改变自己的言行 不实行民主 不实行自由 不开放这个社会 实际上中美关系会继续恶化下去 这个不是由美国每一个党派执政来决定的 很多人误解 以为这个共产党当政或者民主党当政 这就对中美关系有一个决定性的改变 这是不对的 这一点在美国现在这个政治环境里面 左中右派都已经有一种共识 就是说美中关系 它不是再由美国的一厢情愿来决定的 而是完全由中国自己的这个政府的行为 和政府的政策和它的战略意图来决定 台湾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中共应该吸取这个俄国在乌克兰的教训 现在战争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能够取胜的 如果说这个中共在台湾问题上交错下去 或者在台湾战争上交错下去 或者是这个根本不能取胜的话 那么对中共的政权是会造成致命的打击的 这是第一点 中美关系建交的一个基本的基石 对台湾问题上有一个共识 就是美国有一个中国的政策 但是呢这个中国的政策呢 它有至少有两个非常鲜明的前提 第一个就是台湾问题的解决 一定要有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这个中共也是认可的 那就说美国反对用武力 如果说中共用武力的话 美国就会干涉 这个是言下之意啊 但是说得很清楚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前提 另外一个前提就是 任何台湾问题的解决的方案 都必须要由两岸人民同意才行 这两个前提实际上是 中美建交时候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来 双方都认可的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坚持这两点 所以说这个美国一直讲 美国对台政策对华政策 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没有变化 那么如果说中共要违背这两个前提 那么美国就说我们也要干涉 那么拜登总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如果中共出兵进犯台湾 美国会用军队去帮助台湾 反对这种侵略 这个是完全符合美国在1970年代 出兵的